不得快的了 至於說回收歌的演唱會 因為多得各方面的幫忙 很快我們由中秋節的 因為其他問題是對的 所以我們退後 現在我們宣布就說 我們在這個月 11月12日 星期六來 收歌會開回他的封蘇演唱會 封蘇 真是很封蘇 我這次雖然中了蕭 但是我有件事非常討厭 很多很多很多朋友 WhatsApp給我 打電話給我 問問我 令我病之中 都覺得很開心的病 還有很多在遠方 很久都沒有見面的 都問問我 尤其是在美國的劉家傑 是嗎 他都叫苗可秀過來問候我 是一樣的 就是打一步 叫聲 唱歌 將那些歌 唱得更熟 所以現在的工作就是這樣 對於嘉賓的事情 我是不麻煩的 原因為什麼呢 都是由何麗草主辦單位去搞的 我的工作就是什麼呢 唱好我的歌 是最重要的 其他一切的事情 我都不管了 所以平時健康很重要 就算是中了蕭 你有健康都很快就很快 也復原就比較快 不過呢 吃得西藥多 應該是否這樣說呢 對於中和下 大小出去吃飯呢 就真的大小一點了 不過你說不住吃飯呢 那就打的 去困了房間那裏 十幾東西都不會出的 所以如果現在好怪不再出去 出去 就是 很強的 去困了房間裏 但是社交方面 個人會頓很多 所以我希望有機會出去和朋友一起社交 不過不要學以前那麼多了 少一點啦 很適應的 雖然整十天在房間那裡 我都一樣是OK的 唱歌 動動一下 有些西洋有時會黑眼睡的 睡覺 休息一下 喝水 總而言之 我不會悶的了 有時在房間看電視 我也想聴聞了 在房間加減